F-16V即将迎来AGM-158,这则消息属实吗? 来自12月1日的最新消息,台湾武器竞标公告显示,台美之间签署了一笔金额达172亿台币的战机飞弹采购案。 对此很多人猜测,该采购案所涉及到的弹药很可能是台湾一直盼望的AGM-158远距对地摇弓飞弹。 不过军方并未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,其实早在今年4月19日,台军方就首次公开证实,台湾正在争取美方批准向自己出售AGM-158飞弹,美国方面对此既没有表示拒绝,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。 所以,这些合约内容是否包含AGM-158,目前还不能下最终定论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经发表过一份长达165页的研究报告,这则报告声称,要让台湾具备击退两栖登陆舰队的能力。 那想要具备这种能力,台湾就一定要有高精准、威力大、射程长、突防能力强的远程反舰飞弹。 而且,还得能适配F16V战机的搭载平台才行。 这么来看的话,罗马公司的AGM-158B以及C型飞弹,毫无疑问是最能满足上述要求的弹种了。 今天,咱们就来提前了解一下,这星可能抵达台湾的导弹,到底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呢? 2018年4月,美国空军使用B-1B轰炸机,一次性发射了49枚AGM-158A,这是该导弹自2009年复役后的首次实战。 如果想知道被AGM-158炸的滋味如何,就只能问问叙利亚了。 AGM-158被称为联合防区外攻击导弹,又称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,基础型的最大射程为320公里,巡航段的制导方式为惯性制导加GPS辅助,末端为红岸热成像末制导,该弹大量采用隐身技术,具有昼夜全天候的作战能力。 该型导弹重1吨左右,长4.2米,略轻于战斧,长度也比战斧小,这使得AGM-158的发射平台非常多元,B-1B,B-2和B-5R这三种战略轰炸机都能够携带。 此外像F-15E,F-16,FA-18EF和F-35等战斗机也都可以发射,体积更小的AGM-158C还可以直接装F-22的内置弹舱当中,也就是说F-22本身就是一架隐形战斗机,具备发射空地隐身巡航导弹的能力以后,打击范围较之前至少扩大两倍之多。 我们先来看最初的AGM-158A,这款导弹单枚造价约80万美元,弹体由一级火箭发动机和战斗部组成,战斗部可携带450公斤的穿甲弹头,或者110高爆的高爆炸药。 AGM-158A型的射程超过370公里,如果将其用作空射反舰飞弹,具有明显的射程优势。 虽然只是亚音速飞行,但AGM-158A光滑的流线外形使其天然就具备一定的隐身性能,这一特点无疑加强了飞弹的末端突发能力。 增程版AGM-158B最大射程超1000公里,能力看比战斧。 有了它,美国空中打击平台在不进入他国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,就可以对其发动打击。 截至目前,世界上射程最远的S-400防空飞弹也只能覆盖半径400公里的范围。 而且,这还是在使用40N6远程导弹的情况下,S-400才能有这样的射程。 其实,严格来说,AGM-158B除了增程之外,也是一种空舰导弹。 此前,美国在反舰导弹方面毫无疑问是独数一致的,通过空气平台发射反舰导弹,不仅能更好地利用机动和效率,也实现了一弹多用。 使其执行的任务更加灵活和多样。 AGM-158B也属于隐身导弹,其隐形能力可以充分规避雷达系统的侦查。 最主要的是,该型导弹的单位价格并不算贵,所以美国是可以大量采购的。 此前,美国就一口气订购了100枚AGM-158B,订单价格为1.168亿美元。 加上各种附加费用后,单媒价格约100万美元,对比战俘这个价格非常划算。 当然了,这只是美军的采购价,参考其他美系装备对外销售肯定是另一套价格体系。 官方给出的单媒指导价为135万美元,而实际交易的时候,这一价格肯定还要上幅50%甚至更多。 这还不是AGM-158的最终版,从2009年开始到2015年定型, 落马公司花6年时间在AGM-158B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性能更出色的AGM-158C。 这是一型专门用来进行远程反舰的打击武器。 进入21世纪以来,各国超音速反舰飞弹性能都在大跨步提升, 特别是舰船的防空能力。 随着雷达功能的完善,美军仅依靠AGM-84鱼叉,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压制。 无论是射程还是末端突防,鱼叉都显得略有不足。 这里并不是说鱼叉不行,而是说它毕竟采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设计理念。 不管当时有多先进,经过几十年的技术迭代, 最起码从外形上已经不再符合现代反舰的作战需求了。 在美国国防部决定不升级鱼叉导弹的同时, 美国海军曾一度希望将BGM-109战斧充当反舰导弹的主力弹药。 众所周知,战斧是对地打击为主, 虽然它的射程远,但对海面舰艇的突防能力较差, 而AGM-158C则不同,在2018年作为反舰武器服役后, 迅速就否定了战斧导弹反舰的观点, 而且在未来,很有可能还会完全取代鱼叉, 成为美军的下一代反舰主武器。 AGM-158C单枚造价390万美元, 全重1.1吨,和AGM-158B一样, 都是以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, 弹头重约450千克, 由于本身搭载了必要的反舰装备, 因此它的实际射程降低到了556公里至1000公里之间。 尽管如此,该型弹药的射程仍然超过世界各国现役的绝大多数反舰飞弹, 该型飞弹在发射后会利用卫星信号或者惯性中段制导进行高空飞行, 中段利用其被动式传感器搜寻目标并降低高度, 末端掠海飞行再利用AI识别目标。 除了弹道武器之外, 远程武器都有一个特点, 飞得远肯定就飞不快, AGM-158C就是此类,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0.95马赫, 全程都是亚音速飞行, 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容易被锁定和拦截呢? AGM-158C并非利用主动搜寻雷达寻找目标, 所以它全程都不会主动发射电磁信号, 再加上其具有隐身性能的弹体设计, 也能进一步降低被雷达搜寻到的可能性。 而且大多时候, AGM-158C打击目标舰艇时都是多枚一起发射, 其中一枚通过自带的数据链将指令传给其他飞弹, 从而做到有序攻击目标。 正因如此, 这款飞弹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款智能反舰飞弹。 所以, AGM-158C虽然慢, 想拦截它难度还是很大的。 以上是AGM-158C打击海上目标的能力。 除此之外, AGM-158C还可以利用红外探测器在末端飞行时精确锁定地面目标, 所以也可以将其视为异形防区外的远程空对地联合弹药。 美国所有四代机和五代机, 包括大部分轰炸机以及海军的FA-18E都可以携带AGM-158C。 此前有媒体报道, 美国海军用P-8A反潜机和MK-41飞弹吹发系统整合过AGM-158C。 由此可见, AGM-158C的打击通用性非常之强。 鉴于这型弹药的通用性以及性能, 目前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多个国家都对这型弹药表现出了强大的购买欲。 简单介绍完AGM-158, 我们再回过头来, 看一下日前台湾和美军的合约。 此次合约总计172亿21812900元, 约5.47亿美元, 已在11月13日生效, 履约完成的时间为9年, 预计2032年11月30日完成。 也就是说, 这次合约是在9年内陆续交付, 并非一次完成。 按照官方给出的价格, 再加上美军装备外售的溢价, 火力军猜测, 如果这次合约真的有AGM-158, 那么大概率会是B和C, 这两个型号其中之一。 AGM-158C型美军采购价为390万美元单枚, 给台湾的价格至少要500万以上, 按照合约金额差不多能买100枚左右, 如果是AGM-158B则可以购买300枚左右。 那么接下来最后的问题就留给大家了, 您认为这份为期9年的弹药合同, 会包含AGM-158的哪个型号呢? 好了,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, 我是火力军,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。